特斯拉的休旅车与一部回转车辆发生了碰撞 造成了三个人受伤 而造势的这个雨姓男子 他的头部则是外伤送医治疗 那么由于车祸当时的撞击力道的这么很大 那么也导致散落的一些车辆碎片还有油漬 那么警方也立刻呢派人在现场疏导交通 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后就恢复排除 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段路呢 在今年已经有发生2214件的这个各类的交通违规 警方也呼吁呢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观念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